做公益跟做爱心是不分年龄 而宜兰县第一个福伦少年服务团的罗商少福团 今天正式成立 总共有52位热心服务的学生加入 而未来这群少年志工会用实际的行动 来传达对社会的关怀学习福伦精神 宜兰县第一个福伦少年服务团 今天在罗东高商成立 首次冲团就有52位热心服务的罗商学生加入其中 未来福少团想提供七少年朋友一个参与各种有趣 还有有意义的服务计划推动 以实际的行动来传达对社会的关怀 并学习福伦的精神 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成为明日的专业领事 或社会领导人或社会领袖 那就要看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接受挑战 那我们福伦社就是放言以未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挑战新世代 测试他们的能力 培养他们的领导技巧 以及人口的发展 能力到位 现在开始 在罗商校长陈世成的大力支持下 罗东西区福伦社在罗商校园筹主了福少团 福岛青少年对人群对社区还有国际服务 而志工们也都需怀抱着为社会付出的热忱 想要服务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人 给他们帮忙 希望他们就可以振作起来 那做这一个多开心吗 蛮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帮助别人就很开心 因为能服务大家 入险的资格最主要是他有这种爱心 有这种散念 有这种服务的热情 我们就会非常欢迎 全世界目前有40多万名青少年 投身在福人少年服务团当中 社长谢汉子也呼吁青少年走出来 一起服务社会 也让福人服务触角扩散到新世代 一来就会记得来下路财报报道